要做一個資訊攻擊當然要有一個團隊 那這個團隊其實有時候不用超過30個人 就可以做一次就是非常完善的一個資訊攻擊 所以網軍其實在資訊攻擊的角色 並沒有大家想到那麼重要 所以大家想像的網軍可能很多都是大家俗稱的五毛 就是他可能會在網路上帶風向啊 然後可能在特定政治人物的臉書啊 留很多這個攻擊性的留言啊 所以呢今天如果真的要帶風向 其實最主要是內容要寫得好 我指的內容不是那些帶風向的網軍 而是那個新聞本身 如果今天貼過來的新聞本身就已經有假資訊 或者這個新聞本身內容就已經偏頗 那下面網軍要帶風向就會變得非常的容易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要是我是一個要做資訊攻擊的人 我的重點應該要擺在我能夠生產出偏頗的新聞 我能夠生產出假資訊別人又不容易查證的新聞 這個時候才會有它的意義存在嘛 甚至有時候對方還會故意先做一個假新聞 然後先讓你澄清 然後澄清完之後呢 他再有你的澄清下面再來帶風向 我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假設我今天是要攻擊台灣 然後呢我就說這個 台灣中華民國花了太多錢在某某邦交國身上 譬如說台灣花了30億在某個邦交國 然後這是一個假新聞 但其實呢 對方這時候外交部可能就要出來澄清嘛 說我們其實沒有花30億那麼多 我們可能是花29億 那這時候該怎麼辦 因為其實說真的 如果就一般人的眼光看來 30億跟29億其實根本就沒有差別的 所以當他做這個虛假資訊攻擊的時候 說台灣可能花30億或者花32億在某某邦交國身上 他想要塑造某種刻板印象 就是這個台灣花太多錢在外面 當然數字本身就是有點假 那這時候你要做澄清的時候 你就變得很緊張了 因為你說我們沒有30億我們是29億 這個在下面會被別人笑嗎 大家會覺得說那29億跟30億到底差別在哪裡 你就是花那麼多錢 所以會變成你澄清也不是 不澄清也不是 我想起來大概在3月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不是台灣的粉專疑似是被中國購買嗎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今天中國的確有可能需要購買這些帳號的需求 是因為Facebook在3月的時候刪了超多 中國的Facebook帳號 那這也很有趣啦 因為中國不能用Facebook 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Facebook帳號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像 但總之美國刪了很多中國的Facebook帳號 雖然後來我們的研究團隊其實是有追到 當時有幾個粉絲專頁本來在討論動漫 然後後來變成在討論這個習近平跟兩岸一家親 雖然那個粉專後來被刪掉了 但是因為那個管理者還在 所以當時我們有追這個管理者的這個定位 他的確就是在中國 而且在中國的長沙這個城市 那很明顯的就可以知道 那絕對不是中央的解放軍 或者統戰部在做的事情 他非常有可能就是一個省級市級單位的一個兼職的網軍 然後做了這樣的一個購買 然後購買之後呢想要來做一些攻擊 結果根本就完全不到位就被幹掉了 所以第一個當然就是我剛剛講的 到底有沒有網軍他的確是有 但是我們不需要對網軍這件事情感受到特別的害怕 他們的實力並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恐怖 但真的比較嚴重的也就是我等一下可能會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內容農場的攻擊啊 地方爛群組的攻擊啊 空中的攻擊啊 這些還是真正有效率 我剛剛講30個人團隊就真的可以做到 而且會直接讓台灣產生分亂的情勢 那至於一些比較普通的網軍 並不是各位所需要擔心的